好 我们看第三十题啊 他告诉我他是一个open rectangular base tank 然后他的volume是36 他的length of the base 是twice of the width by the minimum total surface ok 所以你在这边你想象一下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rectangular的那一个tank ok 然后我们要记住一样东西 他告诉我他是open的 open的代表这一面是没有的 ok 所以在这一边 他的length of the base呢 我就在这一边是twice of the width 我给他这个是x 这样这个就是2x 然后我的高度我给他是1 所以他的volume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2x乘x再乘y 所以我的36等于2x2y 然后我的y呢 然后就会是36除以 这个标36了 我直接在这边 supa 然后supa over x2 然后他现在要我们找他的minimum total surface area ok so我的area的情况之下 surface area我用a啦 ok 通常surface area跟area他都是用a ok 然后我的这个是2x乘x的一面 因为他open啊 然后2x乘y的前后两面 然后x乘y的就左右两面 所以我就有2x2加4xy加2xy 所以他会变成2x2加6xy 然后我的y呢 是那个supa over x2 ok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x的存在 然后我们的x跟x1 所以我就有2x2加这个6乘18的情况之下是108 然后over x 所以我的area呢是2x2加108x-1 so我的da dx呢 就是4x-108x-2 d2a dx2才会变成4加216x-3 然后他要找minimum total surface so minimum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da dx会是等于0 所以我的4x-108x-2等于0 so我的4x等于108 over x2 我x power3等于刚刚的108除处的话 是27 所以我拿到我的x呢 就是3 然后我的d2a dx2当x等于3的时候 它是4加216除3 power3 所以我这边4加216除3 power3 然后我拿到是12大过0 所以它是minimum 所以它是minimum 然后我的surface area 会是等于多少 我的surface area是2x3 square加108除3 所以我在这边2x3 square加108除3 所以我拿到的是54 所以它area会是54m2 OK 54m2 这一个是它的minimum surface area 所以它的minimum surface area 所以它的minimum surface area 是54m2 when x等于3m2 好 找second derivative 来证明它是maximum还是minimum 这个动作呢 它有时候老师会给分 有时候老师会没有allocate分数给它 所以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会算分 什么时候不会算分的话 所以我在做这种类型的题目呢 我都会顺手找了seq1st derivative 再找second derivative 再sub进去证明它是minimum OK 这样老师没有给分在minimum 你多写也不会怎样 好 可是如果老师有allocate分在这个步骤的时候 这样 你标了 你就可以拿到分 你就不会被扣分 OK 所以最安全是写 来证明它是maximum还是minimum